说到女神,您会先想到谁呢? 近日林志玲和出演小时代的郭碧婷一同出去活动,都被称为女神的两位女艺人,在现场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? 2月23日,全球首款首饰手机苏格尔在北京银河搜后,举行了盛大的时尚派对。 众多影视时尚界明星相继走上红毯,争相斗艳。 台湾著名女星林志玲当天一身黑色亮片礼服走上红毯, 扭动着自己恶劳多次的身体曲线,加上变幻多端的妩媚pose,引得现场粉丝尖叫连连。 一部富士山几图恶评如潮,可让女神的形象有些折损。 大家也都期盼着林志玲的下一部戏会是什么类型,是否能为自己打一个翻身仗呢? 这部林志玲也透露了自己最新的拍片计划。 应该会在下个月的时候开始另外一部新片的拍摄,爱情剧,爱情剧。 因小时代再次爆火的郭碧婷当天也受邀站台,依旧是身着连衣长裙,飘逸的长发,笑起来也是处处动人,更被广大网友封为新一代的宅男女神。 林志玲,郭碧婷,两代女神同台正夜,这可让现场的观众一下子过足了眼影。 面对自己的前辈,郭碧婷是会后来居上,还是依旧无法企及自己的前辈呢? 听听郭碧婷是怎么说的。 其实我今天是跟她第一次见面,还挺期待的,因为她是我心目中的女神。 forget that. Thank you. It's good. Thank you.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